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面略微看一些韩非子的原文 梳理一下韩非子法论的主线 韩非子在外作上篇中讲 他说 他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 他说你看 凡是坚持仁义理智性的中原文明各国 全都处在弱乱状态 他说 不相信不羡慕 孔子仁义理智性的秦国 他就很强大 他然后又问 他说 那么秦国为什么还没有统一天下 没有称帝呢 然而为帝者 他的答案是 智慧毕业 就是秦国的法术 还没有执行到尽头 大家注意这个时候 商鞅变法已经发展了六代君王 韩非子仍然批评 秦国的法术 执行 还不够深测 韩非子在《间接事成》篇中 说一句话 他说 圣人之治国 由始人不得不爱我之道 而不是人之以爱为我 他说 最英明的君王 治理国家 绝不能让人民爱戴他 而一定要让人民 不敢不爱戴他 大家注意这里面的区别 就是他认为 绝不能实行人证 他说 暴力和残忍 才是权力和管理的 唯一资源 这是韩非子法论里 非常重要的一条 韩非子在《八岁篇》中说 有道之方 不求清洁之力 而务必知之术 他的意思是说 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方法 不是使用连洁的官员 而是要使用懂法术的官员 由于韩非子排斥用清洁之力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 贪官政治 就成为中国的政治传统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 中国现在才有贪官 民国时候才有贪官 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史 就是两千多年的中国贪官史 所以中国自古就有 一人轻之腐 十万学 华尔印的说法 我们讲一个故事 南北朝时期 西魏创始人 于文泰 打下天下 他就跃见一个当时的重要文人 叫苏绰 他问苏绰 我打了天下 怎样治天下 苏绰给他两个字 聚官 他问如何聚官 当然后面这些部分 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 有可能是后人的杜撰 但这个杜撰 很能够说明 中国贪官政治的特点 苏绰说用贪官 于文泰大为不解 说为什么用贪官 苏绰告诉他 用贪官 你能得到三项好处 第一 他是贪官 跟着你能收获巨大利益 因此他一定最忠诚于你 第二 因为他是贪官 你手里就有他的把柄 所以你最好管理他 他稍不规矩 你恐吓一下 他就变乖了 第三 你还应该动辄 杀两个贪官 这样万民欢呼 君主英明 中国自古以来的 质贪政治 不就是这一套东西吗 而这些东西 都是韩非子法术的产物 韩非子在《背内篇》中 他讲一段话 他说 为人主而太信其子 则兼成得逞于子 以成其私 他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他说 作为人君者 你绝不能太相信自己的儿子 因为你如果太相信自己的儿子 那么在太子周边 就会聚集某种力量 从而最终对你构成威胁 他又讲 他说 为人主而太信其妻 则兼成得逞于妻 以成其私 他说 作为君王的人 你也不能太爱自己的老婆 你如果太爱王后 太信王后 那么在王后周边 就会形成一种势力 最终对你构成威胁 他甚至做一个证明 证明对君王构成最大威胁的 就是同床的王后 你看他怎么证明 他说 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结也 夫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 以衰美之妇人 是好色之丈夫 则身见书见而子仪不为后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他说一个男人到五十岁 还来劲儿着呢 但一个女人到三十岁 已经没有颜色了 我们今天看一个女人 三十岁还正年轻美貌着 可是你要知道 古代人们的平均寿命 只有三十九岁 女孩十四五岁就结婚 三十岁已经徐娘半老了 他说 因此呢 君王在王后人老朱皇以后 就会贪恋其他女色 最终使王后本人被打入冷宫 以至于王后跟君王的儿子 都不能继承王位 这是他后面那段话的意思 他然后讲 他说 为母为后而子为主 则令无不行 尽无不止 男女之乐 不见于先君 他说 只有让王后变成母后 也就是变成太后 然后让王后跟君王的儿子 太子做上君王 这样王后 才能确保自己有权势 他说 虽然这个时候 王后没有了自己的丈夫 但是呢 他的男女之乐 都不减于先君 他怎么解决自己的性饥渴问题 找男计 找面授 就像武则天那样 他然后接着讲 他说 此真独恶媚之所以用也 他说 君王你小心 这就是王后特别想杀你的原因 他连杀的方法都给你列出来 第一真独 就是悄悄在君王的范里下独 独死君王 第二恶媚 趁君王睡着了 拿枕头捂死他 韩非子在显学篇中讲 他说 言家无寒路 而慈母有败子 勿以此之 威士之可以进报 而得后之不足以止乱也 他说如果一个家里有一个严厉的父亲 那么这个家里的孩子 就会比较出息 不至于出什么问题 他说如果一个家里只有慈母 这个家里就会出败家子 他说 我以此知道 威士是管理的资源 而得后慈爱不足以止乱 大家注意 韩非子这个说法表面上听很有道理 但实际上 他是搞概念混淆 现代心理学研究发现 如果一个孩子小的时候 他的父亲过于横暴 那么这种孩子小的时候 心里就会变态 长大以后 他的人性伸展程度很低 甚至犯罪率都会偏高 一个孩子在慈爱状态下生活 他将来人性比较饱满 人生相对来说会比较舒展 如果母亲过于娇宠孩子 确实会把孩子惯坏 但那是少数 也是一种极端情况 韩非子宁可把概念搅乱 因为概念是不同的 外延是不同的 比如你爸爸戴蓝帽子 你不能反过来说 戴蓝帽子的都是你爸爸 他用这种混淆概念的方式 来证明 暴力和残忍是管理的唯一资源 再度强调这一条 所以他下面就又说一段话 他说 母子爱子也背负 负令之行于子者失母 他说母亲爱孩子 比父亲爱的程度 成倍的增长 但是孩子听父亲的话 却比母亲的话 十倍的有效 他说 立之于民无碍 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 他说官吏对人民 根本不会仁爱 但是他管理人民 人民听令于他 却远高于听令于父母 他说父母激爱而另穷 利用威严而民听从 言爱之策 亦可决意 他说父母激爱 却管不住孩子 官吏无碍 却有威权 人民就听从 他说慈爱和严厉 这两者 哪个有效 这是判然清楚的 他再度的反复的强调 暴力 残忍 严苛 才是管理和权力的资源 威势只可以进报 得后知不足以止乱 取人正爱心 立刻归报正 才能上至国 下立家 这是韩非子书中 那些预言典故背后的核心 充分反映了韩非的法统观点 除此之外 韩非子中还有哪些论点 极致体现着法家思想 请继续听讲 他在《主道》篇中讲 他说 道在不可见 用在不可知 虚净无事 以暗见词 见而不见 闻而不闻 知而不知 大家注意这段话讲什么 讲权术 它跟神不害前面的那个意思 完全一样 他说 道在不可见 用在不可知 他说你执政 一定不能在明处操作 要有阴暗之术 他说你一定要躲在暗处 观察明处的大臣 却不让大臣发现你在观察他 这叫虚净无事 以暗见词 他然后又讲 他说就算你发现了你的大臣的问题 你也不要指明 你找一个机会收拾他 但是你不要表明你已经发现了他的坚情 这叫见而不见 闻而不闻 知而不知 韩非子书里充满了这样的音术之论 我们在这里只举这一个例子 表明韩非子法术士对术的强调和精妙之论 韩非子在主道片中 他讲一句话 他说 有功则均有其贤 有过则承认其罪 我们知道君王管理天下的方式 是具体在前线做事的官员 向君王提出建议 君王根据情况判断和采纳或者不采纳 韩非子给君王讲 说如果治理有效 功劳是君王的 如果采纳他的意见 治理无效 罪过是大臣的 他说这就是君王和臣属的关系 韩非子在《八经奇乱》片中 讲一段话很有趣 他说 关西节而尽 以至大任至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一个官员 如果他从基层做起 逐集体拔而升为高官 他说君王你要小心 这种人特别有智慧 他然后讲 他说对于这种人物 既有能力 又有野心的人物 君王你要用三种方法截治 哪三种方法 一月治 二月震 三月故 什么叫治 亲起妻子治也 就是你要把他的老婆孩子 扣在京城作为人治 这个官员一旦出事 你就杀他全家 这叫治 二月震 什么叫震 绝路后而弊 就是你要给他高官后路 让他发财 包括他贪污 满足他的发财欲 他说这叫震 三月故 什么叫故 三五则怒故也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动不动挑他的刺儿 鸡蛋里面挑骨头 而且动不动就要威胁他 比如说把他吊死之类 他说你要用这三种方法 才能节制这种 有雄心 有能力 从基层提到高层的官员 他然后讲 他说贤者之于之 他说对贤良的大臣 你只要把他老婆孩子 扣为人质 他就不会犯事了 他说贪涛化于朕 他说对于贪管 爱财的官员 你只要让他发财 问题也就解决了 然后他说 奸邪穷于故 也就是有能力 有野心的官员 你就要动不动 挑他的刺儿 威胁他 然后他讲 他说忍不至则下上 小不除则大 什么意思呢 他说你如果不忍心 及时杀了他 他就会以下犯上 他说你如果不及时 把他掐死在萌芽状态 他就会伟大不掉 他然后接着讲 他说诸尔明实荡 则敬之 他说如果我能早见 一个罪名或者借口 我就立即杀了你 他下面又说 他说圣害是死伤名 则行饮食 他说这个大臣 让我很不安 可是我找不见 他的罪名 这怎么办 行饮食 什么意思 悄悄在这个大臣的 饭食里下毒 毒死他 他说 此位除阴间也 他说这就是消灭 在暗地里对你构成威胁 坚强的好办法 请大家听听韩非子 这位仁兄有多么可爱 这就是法家的形象 韩非子在制分篇中讲 他说 茶君制分 毒分也 什么意思 他说君王的权力 是不能分割的 大家知道 我们今现代政治 民主制度 是讲分权制衡的 这跟中国的法家 是完全相反的 他说 是以其民众法而未尽 怨物抵罪而不敢虚赏 什么意思呢 他说 你要严刑郡法 这个法律 严苛到这样的程度 他说 民众只要 不受到法律制裁 他就心满意足了 根本不敢向你情赏 他说 你用法就要用到这个程度 他然后说一句话 表达着 韩非子心目中 人民和君王的关系 原话这样讲 他说 君上只欲民 有难则用其死 安平则尽其力 原话是意思 是说 君王跟人民的关系 什么关系 天下大乱 你就让人民去为你死 当兵打仗去死 天下大智 歌舞生平 你就让人民为你求财 为你生产财富 把他的骨碎都砸干 他说 这就是君王和人民的关系 韩非子在外诱上片中又讲 他说 事不足以化之 则除子 他说 一个大臣 如果他形成了某种势力 你又把他消解不了 你就要把他除掉 他说 赏之欲之不劝 罚之毁之不畏 似者加焰不变 则除子 他说 你赏他 你夸他 你罚他 毁他 诋毁他 污蔑他 他说 这四样东西 你加到一个大臣身上 他都微然不动 怎么办 赶紧灭了他 韩非子在八岁片中讲 他说 立法而有难 权其变 而事成则立志 他说立法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反对的力量一定很大 他说 你权衡之下 两害相权取其轻 你还是应该立法 他说 事成而有害 权其害而攻多 则为之 他说 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你做刑法之事 残忍 凶暴 反对的人很多 副作用也很大 但是像 比较一下 收益更高 你就敢于下手 他说 无难之法 无害之中 天下无有也 他说 想不遇见困难就立法 不遇见麻烦就推行法术 天下没有这样的好事 他给君王说得很清楚 连你思维权衡这个问题 他都事先给你权衡好 直接交代答案 韩非子在《智分篇》中他讲 他说 智智之国 善以智间为物 然则去微间之法乃何 其物令之相归其情者也 什么意思呢 他说 你治理一个国家 社会上陈属中 发生微小而普遍的 违法奸行 你怎么会知道呢 他说你只有一种办法 就是揪丝连作制度 就是让他们 让底下的人互相窥探 互相告密 建立特务告密制度 你才能够 抚平社会乃至下属的 普遍违法奸行 他在人主篇中讲 他说 虎豹只所以能圣人 而直百受者 一起找牙也 他说虎豹为什么 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而且能做百受之王 是因为他有尖牙利爪 他说 唐使虎豹失其爪牙 则人必治之 如果虎豹的牙被拔掉 爪子被削掉 那么虎豹的威风 马上就没有了 人也就可以制服虎豹 他然后接着讲 他说 今世重者 人主之爪牙也 君人而失其爪牙 虎豹之泪牙 他说 对于君王 谁是你的爪和牙 那就是你的重臣 如果你不好好 利用鲜黑手辣的人 做你的重臣 你就相当于 虎豹失去了爪牙 大家注意 韩非子这段话的意思 他主张君王使用酷吏 大家知道 中国历代君王 都使用酷吏 比如武则天 使用莱俊臣 这是著名的酷吏的故事 请君入瓮 这样的典故 就来自于武则天酷吏的 这么一个故事 其实不仅是武则天 中国历代君王 都用酷吏 因为酷吏就是他的爪牙 韩非子在《外游商篇》中又讲 他说 明主之牧尘 睡在厨屋 什么意思 他说 明主驾驭大臣 放牧大臣 就像猎人训练猎鹰一样 他然后讲 他说 训屋者断旗下灵 则避世人耳食 焉得不训乎 什么意思呢 大家知道猎人训练猎鹰 怎么训练 他在野外 打掉老鹰 活捉一只雏鹰回来 小鹰回来 然后拔掉 他翅膀上的灵毛 让他飞不起来 然后靠人工饲养喂食他 直到他完全习惯于人的思维 在这期间 他羽翼慢慢丰满 然后让他捕捉猎物 比如捉野兔 猎人放出猎鹰以前 拿一个细绳子 把猎鹰脖子砸起来 使他不能有吞咽活动 然后捉住野兔 只能奉献到主人那里 然后主人松开脖子上的绳子 喂食他 他说 君王驾驭大臣 就要像猎人驾驭猎鹰一样 他在很细的细节上 教君王怎样管治大臣 韩非子在二饼片中讲 他说 为人臣者臣耳言 君以其言授其事 专以其事则其功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君王管天下怎么管 管理具体工作的大臣 为君王建议提供管理策略 君王根据大臣的提议 给大臣授权 然后大臣根据君王的授权 去做管理 他然后接着讲 他说如果一个大臣 他说得好 做得不好 你该怎么办 这个我们都很明白 你应该惩罚他 韩非子又问 他说如果这个大臣 做得比说得还好 你该怎么办 我们一般人会认为 那你当然应该赏赐这个大臣 错了 韩非子认为 你照样应该罚他 他说如果你不罚他 那么以后所有的大臣 给你说事 他能做到十分 他只给你说到五分 然后他只做到六分七分 你还得奖励他 你不是明等着别人来骗你 所以韩非子讲 他说因此明主旨处臣 臣不得月官而有功 不得臣言而不当 月官则死 不当则罪 他说他说到哪儿 就必须做到哪儿 而且绝不能超越 君王的授权形式 否则立即收拾他 他就在这样的细节上 都为君王做出设计 那么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起 十五十六世纪 欧洲文艺复兴后期 意大利出现的一个政治学者 叫马基亚维利 大家知道在文艺复兴这个时代 意大利不是统一国家 分裂为无数个小公国 比如威尼斯公国 米兰公国 佛罗伦萨公国等等 那么佛罗伦萨公国 出现了一个政治人物 叫马基亚维利 他曾经在佛罗伦萨共和国 担任官职 以后美帝其家族复辟 他被辞退 被流放 流放以后 他曾经写过一本著名的著作 叫《君主论》 一个薄薄的小册子 马基亚维利在这本册子里 他讲了一个意思 他说人性总是向恶的 而不会向善 他说因此君王管治天下 绝不能遵从民间道德 他说君王要像狮子一样凶猛 要像狐狸一样狡猾 所以今天巴黎行政学院的校徽 还是一头狮子一头狐狸 他然后讲 他说君王做事 不奉道德 什么坏事都要敢干 阴谋 暗杀 诡计 权术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忘恩负义 什么事他都应该做 只要他的目标正确 可以不择手段 这个就是马基亚维利 在君主论中的基调 在西方政治学上 他是第一次把西方政治学 从神学和伦理学中解脱出来 使得西方现代政治学得以确立的第一个账本 可见你听一听现代政治学这个词本身就有恶读之含义 你读一下他的君主论 这个书有翻译 他跟韩非子相比 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韩非子比他讨论的精细的多 深测的多 精彩的多 尽管韩非子比他早1700年以上 足见中国法学政治之黑暗 行阴忍之术 用苛酷之力 解智能之臣 故义人之权 韩非子的法统思想 与现代法学体系 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脉络 无独有偶 在西方晚了一千三百多年 君主论中观点与此相似 这样的法统思想之下 会有什么样的政策与之匹配呢 请听下节课程